《士師記》第八章 以法蓮人對基甸說 你去與米甸人爭戰 沒有招我們同去 為什麼這樣待我們呢? 他們就與基甸大大地爭吵 基甸對他們說 我所行的豈能給你們所行的呢? 以法蓮拾盛下的葡萄 不強過亞比爾謝所摘的葡萄嗎? 神已將米甸人的兩個首領磨蠟 和西伊伯交在你們手中 我所行的豈能給你們所行的呢? 基甸說了這話 以法蓮人的怒氣就消了 基甸和跟隨他的三百人都約但何過度 雖然疲乏還是追趕 基甸對疏割人說 求你們拿餅來給跟隨我的人吃 因為他們疲乏了 我們追趕米甸人的兩個王西巴和薩摩拿 疏割人的首領回答說 西巴和薩摩拿已經在你手裡 你使我們將餅給你的軍兵嗎? 基甸說 耶和華將西巴和薩摩拿交在我手之後 我就用野地的經條和指擊打傷你們 基甸從那裡上到皮魯伊勒 對那裡的人也是這樣說 皮魯伊勒人也與疏割人回答他的話一樣 他向皮魯伊勒人說 我平平安安回來的時候 我必拆毀者留 那時西巴和薩摩拿並跟隨他們的軍隊 都在家國約有一萬五千人 就是東方人全軍所成下的 已經被殺的約有十二萬拿都的 基甸就由羅巴和約比哈東邊 從住帳棚人的路上去 殺敗了米甸人的軍兵 因為他們坦然無懼 西巴和薩摩拿逃跑 基甸追趕他們 抓住米甸的義王西巴和薩摩拿 驚散全軍 約亞斯的兒子基甸 由希列斯波從鎮上回來 抓住索葛的一個少年人 問他 索葛的首領長老是誰? 他就將首領長老七十七個人的名字寫出來 基甸到了索葛對那裡的人說 你們從前機翹我說 西巴和薩摩拿已經在你手裡 你使我們將餅給跟隨你的皮佛人嗎? 現在西巴和薩摩拿在這裡 於是抓住那城內的長老 用野地的經條和止擊 紮打疏割人 又拆了皮魯伊勒的流 殺了那城裡的人 基甸問西巴和薩摩拿說 你們在他薄山所殺的人是什麼樣式? 回答說 他們好像你 各人都有王子的樣式 基甸說 他們是我同母的弟兄 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 你們從前若傳留他們的聖名 我如今就不殺你們了 於是對他的長子益貼說 你起來殺他們 但益貼因為是同子 害怕不敢拔刀 西巴和薩摩拿說 你自己起來殺我們吧 因為人如何 力量也是如何 基甸就起來 殺了西巴和薩摩拿 奪獲他們落陀項上大的月牙圈 以色列人對基甸說 你既救我們脫離米甸人的手 願你和你的兒孫管理我們 基甸說 我不管理你們 我的兒子也不管理你們 唯有耶和華管理你們 基甸又對他們說 我有一事求你們 請你們各人將所奪的耳環給我 原來仇敵是以實馬利人 都是戴金耳環的 他們說 我們情願給你 就鋪開一件外衣 各人將所奪的耳環雕在其上 基甸所要出來的金耳環 寵一千七百捨客勒金紙 此外混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環 以罪和所穿的紫色衣服 並落陀項上的金鏈紙 基甸以此製造了一個以弗德 設立在本城俄弗拉 後來以色列人拜乃以弗德行了邪淫 這就作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網羅 這樣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 不敢再抬頭 基甸還在的日子 國中太平四十年 約亞斯的兒子耶路巴歷回去 住在自己家裡 基甸有七十個親生的兒子 因為他有許多的妻 他的妾住在士劍 也給他生了一個兒子 基甸與他起名叫亞比米勒 約亞斯的兒子基甸 年紀老邁而死 葬在亞比爾謝族的俄弗拉 在他父親約亞斯的墳墓裡 基甸死後 以色列人又去除從諸巴歷行邪淫 以巴歷比利土為他們的神 以色列人不紀念耶和華他們的神 就是拯救他們脫離四位仇敵之首的 也不照著耶路巴歷 就是基甸向他們所施的恩為厚待他的家 星期六